君墨问商训 免费发了啊 来看一看 君墨问商训 君墨问商训啊 免费发了啊 大家人人都有 人人都有啊 大家别急 这本书 要是看不懂的话 我们荣记 开设了学堂 教大家做生意 大家可以进去学 好不好 好 每个人都有啊 来来来 每个人都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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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这花木槿 用这样的方式 将我一军 非白真是取对人了 花木槿 我当年千求万告 找你要的商训 你如今满街派发 你还嫌弃我没有经商的头脑 还是故意让我翻看 你真是我的好姐姐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这下好了 荣记的事 让原青江彻底打消了对花木槿的怀疑 而荣记 则成了皇家直属 原青江的势力 越来越强大了 家主 月前 我们挥击人马 入东都的时候 被原非白斩杀了一批 原青江再一壮大 这可与我们不利啊 趁原青江 新国出戒 根基不稳 而荣记 也远远没有达到军纪的高度 战的梦 继续招兵买马 扩充兵力 抓紧训练 是 陛下 咱们派去的人 已经寻到了明家残部的踪迹 就在秦岭山中 告诉沈昌宗 将重要人等 都给朕活着带回来 是 朕没想到 光前这孩子 会变成这样 只是可怜了非烟 枉费了这么久的真心 启禀陛下 另一组人马来报说 先前失窃的那些紫矿 似乎被人藏在了西都的远郊之中 找到那些盗窃紫矿之人的线索了吗 目前尚无线索 不过 能将紫矿藏在西都郊野之中 定然是对那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之人 当年 也唯有他亲率一百奉德军 打遍西都远郊 也未必是皇贵妃吧 这一年来 她上交了所有的兵权 并且再无涉及过任何的军务 直觉往往是最准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